朋友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呢 我都会对自己说冲就完事了 为什么呢我给你们看看啊 看到没有这边FC的这个联名绒服啊 打六折只剩下一件灰色的S 然后这边也是啊 子标的一个灯形容外套啊 也是六折不过已经卖完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蛋糕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服装店呢 每年年末的时候折后都非常的大 基本上所有的店呢都会在年末会有一次大约六到七折的这么一个折扣啊 十分的划算 虽然说是年末折扣啊 但是有些店呢是从十二月月头就开始了 今年冬天呢是十二月才开始真正的冷起来的 正好趁现在啊入手了一件羽绒服 接下来就可以马上穿了 而且羽绒服这种单品呢通常价格都是比较贵的 所以趁着这次折扣呢可以涉不少的钱 所以这期视频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它这个折扣期间啊抢到的这个羽绒服 然后本期介绍的单品呢 然后我自己的店里也是有上架的啊 希望你们不要错过 我第一件入手的是这个FCE他们家的这个羽绒服 这个牌子呢读做FCE啊 中间这个杠呢是不读出来了 这个牌子呢他们本身做那个机能背包是非常有名的啊 衣服是后来才开始做的 大约是17年左右开始吧我记得 就是FCE在前几年开始呢 就在服装上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啊 比如就跟南嘎的这个这个日本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羽绒服的这个牌子 这个联名啊是从前几年开始就有合作了 只不过当时呢这两个牌子在国内的知名度呢都没有特别特别的高 今年的话FCE是再度发力啊 光是和南嘎的这个联名款啊就出了大大小小的有7件左右吧 还不算普款跟女款 所以我自己也是趁着这个热度跟打折啊 我就入他们的羽绒服 我这款呢其实不是跟南嘎的联名啊 是跟一个叫做Digware的一个日本设计师品牌的联名 原价3000多块啊我是打6折入手的 没错你没听错 6折联名 到手 这款的话呢它是一个90%的含绒量啊 它的面料呢是尼龙里面混了一点丝绸啊 所以它这个光泽度是非常的好 粉丝度没有写 但是你看这个视觉效果啊就绝对不会低的 我买它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款式啊 嗯版型比较简单 是那个今年很流行的面包与绒服啊 绝对不会跟校服撞衫的 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因为很流行灰色嘛 就非常容易搭配啊 像我这样穿一身黑色啊来搭 是也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这个内衬啊十分的好看 还是翻出来才能看到的啊 就挺闷骚的我非常喜欢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便宜嘛 平时2000以下你能买到FC吗 不可能的呀对不对 这款的话本身还有一个黑色啊 但是已经被抢光了啊 然后一共两个码是S跟M 然后我是M 然后下一个我入手的是Snow Peak他们家的羽绒马甲 原价2500啊我也是六折入手的 打完折下来是1500 那太划算太划算了 这件的话呢是Snow Peak跟Beauty and Youth的一个别注系列 版型呢就是Snow Peak家他们非常经典的Takebe Best 就是那个焚火系列十分经典 一共是有三个嘛 MLXL 背带长度呢是可以调节的啊 也可以拆卸 然后背后还有一个大口袋啊 可以用来收纳啊放很多的东西 因为我怕马甲太长不好看嘛 所以我就入手了Air马 搭配上的话呢穿在Snow Peak他们家风衣的外面啊 就可以穿出一个层次感啊 然后再加上一双靴子就是一个结结实实的户外风了 这样搭配呢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想搭的稍微日式一点呢 我就建议你配上一个卫衣套装 这样整体就会温和很多 今年冬天这个马甲不是也挺流行的嘛 如果你想整一件羽绒马甲来搭配一下的话呢 哎这个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第三件这个啊厉害了啊 是Janel Standard跟Army to Wear的一个联名 军迷的朋友们可能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这款呢就是复刻漂亮果啊 他们的那个陆军防寒服装系列 也就是ECWCS 他们呢是有一个七层穿衣法 从这个level1到level7啊 攻击不同的温度啊 从里到外有7个级别 那么这件呢就是最高等级level7的一个版型 今年冬天不是这个军风的外套也挺火的嘛 你像隔壁的那个Wire Little Things 他们也出了一款monster parka 不过那件的话呢是供应给漂亮国特种部队的啊 跟这个ECWCS还不太一样 不过这两件都是今年冬天非常火的单品 我这件复刻呢也是打完6.5折之后啊 大约1500人民币左右入手了 真的是分划算 这件它用的材料呢是一个叫做SAMO light的啊 跟什么光电子啊披棉一样啊 都是人造的化学纤维 可能它的保冷能力呢是没有羽绒服来的那么强的啊 但是我觉得在南方的话呢这一件是足够过冬的 这款联名呢一共是发售了三款颜色啊 我的这款的话是Gray B 就是一个偏均绿色的一个灰色 然后我选的码呢是XR 因为我考虑到接下来可能再冷一点的话呢 我里面可能还需要再多穿一件啊 所以我特意就买的稍微大一点 OK搭配上的话呢我觉得下半身选一条 比较稍微偏淡色一点的裤子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整体的这个均位啊就不会那么的浓 就比较偏日系一点CD部位一点 这件衣服的细节呢也是蛮多的啊 你像它这个帽子其实是可以翻出来的 然后这个胸前的魔术贴呢也是一模一样的复合了军板啊 它本来的用途当然是用来贴一些新名牌啊 或者一些军衔之类的 这期视频呢是给你们介绍的三款 趁着打折可以冲的这个外套 还没买冬装的朋友啊 我觉得现在这个折扣是入手冬装的最佳时机了 因为年末的这个折扣力度已经定了啊 它不会再便宜了 相当于是这个打折稍微提前了一点而已 好了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呢我会介绍 当你买完外套以后 那该买的东西 你们觉得会是什么呢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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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